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又回到第三集的心思台南 今天的主题就是说 男女之间究竟有没有唇有异 但是在讲这个主题之前 因为我上一集就是说 我遇到的渣男 我也是根据那个定义来说 有可能大家觉得不是渣男 我也觉得是正常的 然后我看到有些留言说 很担心翌日他们的女儿来韩国 会认识到韩国渣男 但我其实想说就是 刚巧我遇到那三个比较不好的男孩 但是其实韩国还有很多很好的男孩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分是韩国还是哪个地方的人 是纯粹自己的运气问题 好 我们正式开始 我们就来定义一下何谓唇有异 有请Gina 上网找了一个统计 来自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做了一个男女之间 有没有唇有异的统计 在这个统计里面 他为了140个中年男女进行 一个访问和实验 得出了一个 就是如果两个人之间 完全没有化学反应 半点效能力都没有的话 那就可以做朋友 如果你可以跟那个男孩 好像好朋友 和你的规律一样 出家的感觉 没有想跟那个男孩有性方面 很有亲密的接触 可以定义为 有唇有异 非常同意 因为我自己都会觉得 如果我是跟那个男孩 幻想要有skinship的时候 而我是幻想不到的话 我跟那个人是一定不可能 假设我今天在一个座会里 我见到一个男孩 第一次见面 我就不会想到那么远 不会想到skinship 应该第一次见面 比较难去定friend不friendzone 无论你是认识男孩 还是认识女孩 你要跟那个人做到朋友 你首先一定要有好感 你不会是不喜欢那个人 你会想跟他做朋友 然后你才会踏出那一步 去跟他成为朋友 你ok这个人去进入你生活范围里面 即可能你久而久之 你认识这个人久了 你会不会为这个人打一个分数 打分数这件事呢 我有听说过 通常女孩对男孩就是 一路一路加分上去 而男孩对女孩就是 一路一路扣分的 因为我自己也有发现 认识过一个人之后 然后慢慢在对方身上 找一些优点 一路将他加分上去 但是男孩就可能 第一眼会见到一个女孩 一百分 但是忽然间 如果发现他什么缺点的话 他常常迟到的扣分 很邋遢的扣分 这样扣分 你什么时候才没有开始想 这个人有没有机会发展 首先第一步就是 成为了朋友 因为你觉得那个人好聊 你会想和他做朋友 你就不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见面 无论是单独 或者是一个group 这样见面也好 可能接下来 那两三四次见面的时候 透过和他的对话 或者是你观察到他的行为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你喜欢和讨厌的东西 如果你发现到个人 那些行为和他的谈吐 全部都是自己喜欢的 那就会把它放在非朋友区 但是如果你会发现 和自己心目中的要求 有点不同的时候 你会自不然会friendzone 两者都是一路可以继续交往 不可能你见一两次 就会决定你要和这个人结婚 就是会有这个情况 但是比较少 通常一般人都会观察一段时间 但是观察的这个时间 你对他的好感到 怎么说 我觉得无论是朋友 或者是要成为恋人 那个好感到也是会上升的 就是朋友圈久了之后 你才发现你对他有好感 然后在朋友圈里面 勾出来 跌回到非朋友圈 他有好事吗 这种经验 基本上没有 因为如果我回想起我之前 喜欢过的人 全部都是 因为认识了他头几次 可能假设五次 我就会觉得 咦他是 我会想和他发展的人 如果你头几次 你就会知道 他好像不是很適合做恋人 然后变成friendzone区 我对friendzone和非friendzone的人的态度 会有点不同 friendzone可能会比较 没有那么在乎一些小细节 我不知道可能女生和男生出街 你多多一点都会在乎一些东西 可能今天头有没有乱 或者妆有没有化 之类 如果我跟friendzone的人相处 我会比较不在乎 我可能完全素颜 就会出街是没有问题的 跟非friendzone的 我可能都会 要收拾一下自己 才可以出街 那如果有一个人 你一开始认为他是非朋友区 你慢慢发现他对你原来是没有意思的 但是你很喜欢他 你会选择放弃还是还是 做朋友也好 at least我都可以跟他相处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比较出现在我以前小时候 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有喜欢中学同学 就是以前小时候的我 就是比较 算是一见钟情 可能见一两次就 但是 都有的 后来相处了 因为小时候就比较少 单独相处 通常一群人出来 后来就发现了 对我没有意思的 我那时候算是放弃的 我不是主动出击那种 长大了的我 虽然我觉得他可发展 但是如果我知道他对我没有意思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觉得 那可能不要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就可能会慢慢 转移视线 看看我没有什么目标 我又没有刻意的 纯属是 那不想这个人住了 那先做其他事情 会不会 就是跟他做朋友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非friend zone 变成了friend zone 我自己放不放得下 这件事 如果放下了 对方一直都对我没有东西 那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很好的朋友 应该可以 是比较少这个情况 如果你本身一开始 把那个人放到朋友区 那个人其实 都是当你朋友的 但是他一直给你一个很曖昧的感觉 你会不会 因为这样 而对他增加好感 然后再放他进去 非朋友区容 我会一直观察 我会观察到 真的觉得 整件事很奇怪 然后可能我忍不住 我会直接问他 我会觉得你想怎么样 我应该是这些性格 很不像 因为 你说你自己害怕受丑 一开始本身的性格 我是害怕受丑 但是 要问就该问 要做就该做 如果他对我好 他可能是因为错觉 误会了一点 对我好的话 那我也不想 令这个误会 一直 再 产生下去 但是 暂时 好 再次跟大家说 为什么 我相信 应该也有超多人好奇 我觉得可以分两样 首先第一 就是因为 我和Pumi之前都出过片 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 营造这种 好像情侣的形象 是因为大家喜欢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 都不懂我们本人 所以可能他们就会透过 镜头画面去猜测 我们有发生什么事 套回我刚才说的 就是 一定要有好感才会做到朋友 我不知道Pumi对我怎么样 现在说的纯粹是我对Pumi 一定是对他有好感 才会觉得 可以和他聊天 但是我觉得 好感这件事 不是说 看个人 靓不靓仔 或者怎么样 纯粹是 他散发出来的感觉 跟你聊天 或者他做一些行为的时候 令你 觉得这个人是ok 还是不ok 跟他聊天 一次 两次 三次 发觉 咦?我们很好聊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 麻烦 我们是完全 互相明白 大家说话的出发点 那个角度 大家说话很有共鸣 所以你就觉得 好像越来越朋友 越来越朋友 那我都会开始想 究竟这个人是 是friend song 还是非friend song 一开始 其实认真 我是veryfriend song 非常坦白 跟大家说 但其实我觉得 是分很多阶段 又不会觉得 跟他有很大的机会发展 只是 纯粹是两边 就把他 撥到这边 再跟他 变得越来越熟 然后我们可能 去了 下一个阶段 我觉得 每一个阶段 我都会想像 如果他成为了我男朋友之后 我们 发生的事情 会是怎么样的呢 全部都有想的 但可能去到那个中段的时候 跟着 因为你跟对方 越来越熟 你们说的话题 是越来越多的嘛 那你在那些话题 之中你就会 慢慢分到 好像 由这个位置 就幻想不到 成为伴侣 就是因为 对那个人 越来越了解 你知道 他发生什么事 或者他的想法 他的价值观 然后你自己 就会判断 如果我跟这个人 拍拖 会不会因为什么事 而吵架 但我觉得 这件事 我是因为 以前戀愛的经验 而学过 然后你就会 思考究竟 好不好再 所谓的搏一次 突然想起 羅子祥和林依臣 那个 好朋友 你宁愿勇敢做一次 情侣 还是你要做一生的好朋友 我一开始就说 我是会幻想 skinship 我从来都幻想不到 我和Pumi有任何的skinship 不行 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有一个挺大的影响 其实我在不同阶段 都有幻想过 但是 但是不行 我说的skinship 是kiss 那我的脸是不是红了 是 哈哈 我和Pumi 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是完全零的 OK 大家OK 因为很多人误会 我们是什么拍拖 然后分手 再做朋友 我见过有这样的留言 我们是什么都没有 到不同的阶段 可能假设是五个level level 4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觉得 嗯 他慢慢慢慢移到朋友 这区 完全是用朋友的模样去见他 所以你也是很决断的 我觉得因为年纪关系 但是你真的没有遇过一些 令你 哇 你自己都搞不清 那个感觉 很不喜欢 那些曖昧 然后很不清楚的 那些 就一定会打烂沙盘 闻到毒 我宁愿可能那一刻会尴尬 那一刻我不搞清楚的话 我会一直 这其实是我烦的 最后都是 如果我喜欢对方 对方就喜欢我的 那一起吧 我喜欢对方对方不喜欢我 那我早点搞清楚 那自己快点抽身 那我以前小时候 都曾经 喜欢过一个人喜欢很久 但是对方就一直 很曖昧 不清 现在觉得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好烦啊 这件事 所以我和潘面是非常好的朋友 真的幸好我生命中有出现他 虽然和他认识了时间不太久 但是 我觉得认识朋友 真的不是用时间来计算的 而是看看你和他相处 之间 种种发生过的事 嗯 好 讲回你对于唇友宜的定义 不会对那个人有任何的 Skinship上面的非分之想 真是你最好的闺密一起出现 那就是唇友宜 还是你会不会还有其他点去补充 因为我想起来 其实因为我大部分的朋友 男生是多过女生的 而我大部分的男性朋友 都基本上是一开始就被我朋友松了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都保持好朋友 然后我和那些男性朋友 我们都可能会触碰一下打打骂骂的 推下打下 会识可而知 对方都会知道 那条线在哪里 还有很多情况都是 我和男性朋友两个人出来 吃饭或者可能出街 但是 完全不会超过那条线 男生可能会觉得需要 照顾一下女生的时候 但是他们不会做得很曖昧 这件事 就是他们会表现出 一个男生应有的风度去照顾女生 但是不会令我有错觉 他想对我做什么 因为可能我也表达得很清楚 我真的完全会觉得 在哪里 有些男生可能就是喜欢你 真正你那一面 暂时没有 我会觉得整件事 所以我也不希望有误会这件事出现 刚刚在IG上也问了各位 对于男女之间唇有益的看法 所以现在就看看我有什么想法 看comment的时候 一半人就说有 另一半就说没有 有的人 因为如果要一起 就早就一起了 过久了 就会缩住 一个男生或者女生 如果我和他相处久了 慢慢就会 没有可能发展 我觉得我是 但是看你的例子 又觉得不是 因为Gina和她的男朋友 是朋友了很久 而且一开始不喜欢 一开始觉得她有很多缺点 觉得这个人很激气 和她相处 又有这个感觉 多数是一见钟情的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要拍的话 就会拍了 可能真的要 日久生情 然后我们可能留下方岛 只有你们两个人 你们日对夜对 我觉得那种情况之下 大家互相求生 互相帮助 那种情况之下 才会有感情 我其实现在在韩国也有一些 就是男生朋友 接着我们会在KartokHot Group 然后狂吹嘴的那种 我们基本上是天天吹嘴的 都挺常见的 但是零感觉 做什么 真的 拜拜 不要搞我 他们可能也会这样觉得 不要搞他们 笑飙眼水 有的有上有意 你不能当他是义性 你想当他是朋友 你要当他一个女生 我忽然会想到炭冬 我没有当他是男生 哈哈哈哈 为什么炭冬性格很女生 哦 他说话很温柔 我有些外国朋友 接着都见过炭冬 他们都觉得炭冬 说话不像韩国其他男生 那种语气 他性格很温柔 很温和 所以 跟他相处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是男生 他是女生 如果要这样比的话 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温柔 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温柔 感觉让我感觉很温柔 有人说 要双方都有男女朋友 应该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才可以当他朋友 那我不同意 我也有一些男性朋友 是有女朋友的 一直都是维持一个很好的友好关系 然后我有男朋友的时候 我都有继续跟我男性朋友联络 我觉得呢 一拍拖完之后 就斩断了身边的异性朋友的联络 这件事是非常不要得的 我觉得是不可以发生的 如果你把所有精神集中 放在伴侣身上 假设万一真的分开了 那你怎么办 我以前有少少是这样的 对朋友都不是公平 另外有位朋友都说 应该是没有的 因为能成为物 有种带着外 就是timing不对 或者其他各种的原因 令到大家将对方是friend送的那种 为什么我没有想到poumin 但是现在我真的 我不会想对她做什么 大家可能在我的频道 已经很久没见过poumin出现 但是我跟她私底下 都是很常见面 大家看她的频道 就会知道我常常出现 我们相处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我们讲的话题 整个气氛 其实都没有变很多 我觉得是有上有义 多谢 那你找朋友就说 想到kiss就想吐 对了 刚才我说 幻想不到skinship 就是胖冬 dino 然后我有个韩国弟弟 挺高的 大家都好像挺喜欢她 然后我常常会在kalk talk出水的朋友 完全幻想不到和他们有任何的东西 总体来说 Mira 只要幻想一下和那个人可不可以skinship 可以的话 都可以扔下去 所以 给朋友 感觉是说明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挺神奇的 可能有些东西是用科学说明到 但是 这件事就不可以用科学去说明 是 是 我觉得 今次很有趣 说这个话题 那好了 今天呢 这个分享就到这边 没有说哪个错 或者哪个对的 纯粹是我自己的小小分享 希望大家 喜欢今集的心事台 大家不知觉得今集的睡衣如何 我觉得她的本人比较美 好 下次呢 又是不同的睡衣了 那我们下个心事台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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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独播